第七功能 是以太陽能為主的一個公司 主要的產品 是太陽能的系統 在日本市場是唯一 台灣廠商打進去日本市場的唯一一件 就是我們立基光能 立基集團我們的母體是立基電子 立基電子是做LED的封裝廠 SMD為主的 我們有做了很多的路燈 我們有很多的downlight LED的各式各樣的球炮燈 T型燈管 我們的這一些業務範圍遍布全球 以這次的柏西哥團而言 柏西哥是一個信心市場 在一個當地的客戶 對著再生能源 怎麼樣的做 怎麼樣的落實 什麼樣的產品 事實上是需要再教育的 立基集團很開心也很榮幸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參與 所以這次也是藉由外貿協那邊 就是幫我們請到了當地 有一些 distributors 也可以來到台灣 來參觀立基集團 讓當地的這些商人知道說 回去的時候要怎麼樣去推廣這種在生能源 公司都有一個期望值 那我們內部判斷來講的話 這種的潛在商機 應該是有到達到一千萬美金的 這個潛在商機 貿協除了在商場上 商業上 business上面的一個bridge 一個橋樑 最重要的就是 它在一個台灣這個品牌 在MIT這一個品牌的推展 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 這一點是 很感謝我們所有的廠商 都非常感謝貿協的一個地方